大家好,我是水英 在游戏生化危机三中 政府为了遏制幻雄镇那场可怕的事件 最终选择了用一枚核弹彻底摧毁了这个城市 然而在现实里 这种办法可能并不一定真的像游戏中那样 简单有效,一了百了 今天要说的就是发生在苏联的一次 真实版的生化危机 1979年4月的一天 苏联工业重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24号医院里 有人忽然送来了三位症状相似的病人 他们都表现为发高烧、头痛、胸闷、喘不过气 医生们一开始认为是肺炎 但很快就发现病人的病情恶化的 比他们想象的要迅速的多 刚刚第二天凌晨 三位病人中就有两名已经死亡了 剩下的一名也是奄奄一息 他的口鼻不断渗出掺了血的粘液 因为呼吸极度困难 已经陷入了昏迷 就在第二天 城市中另一家20号医院里 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短短一天之内 死亡人数就急剧上升到数十名 医院的停尸房里已经堆满了尸体 所有市民都开始恐慌起来 但却不知道这瘟疫是从何而起 通过整理病人的档案 医生发现了病人的某种共性 他们似乎都来自于城市32区的一家陶瓷厂 难道这家陶瓷厂内存在着某种感染源吗 很快政府对外公布了结论 说这是因为陶瓷厂工人们 集体食用了某私人图户宰杀的肉类 才导致了瘟疫死亡事件 在这家厂子上班的工人们 却压根不相信这种结实 工人们的质疑是完全有道理的 特别是结合当时苏联的国际环境 不难猜测到 政府一定在隐瞒着某种可怕的真相 自从二战开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就一直是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生产中心 而陶瓷厂所在的32区 就有着一座军事基地 并且驻扎着两个坦克市 紧挨着32区的19区 更加深密 这里矗立着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设施 然而仅仅从外形上看 似乎只是一个寻常的化工厂的样子 所以在那个时代 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 在这座化工厂 正在制造一种令人毛骨索然的生命体 时间退回到1945年 当时苏联军队找到了 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所建立的生化实验室 在实验室的遗留品中 苏联人发现了一种可以作为生物武器的材料 碳鞠 于是苏联人不动声色地将碳鞠样本和研究报告 全部都移走 偷偷地带回了自己家去研究 是的 他们建造了一座秘密实验基地 专门研究各种生化武器 也就是19区的这一座 那么碳鞠是怎样从这座生化基地 传播到了陶瓷场的呢 从感染者的分布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病人们的分布明显地呈现出一种 从某个点开始 向着东南方向不断扩散延伸的狭长扇形 是的 没猜错 这个点恰恰就是19区生化实验基地 直到许多年以后 这个隐藏许久的真相才被揭开 在自然的条件下 碳鞠是通过致病原的 碳鞠杆菌芽包进行传播的 当碳鞠杆菌芽包经过皮肤 消化系统或者是呼吸系统进入人体时 就会引发致命的碳鞠病 碳鞠芽包具有极其恐怖的传播性 在生化实验室中 研发的碳鞠武器 为了充分利用空气的传播性 会将它制成一种 类似于气溶胶的细密粉尘 这种粉末的制造 其实和酿酒一举同工 都是把它们放在巨大的发酵桶中培养 配合适当的条件 很快繁殖力惊人的碳鞠 就会布满整个发酵桶 随后 碳鞠必须进行分离和干燥处理 并最终被制造成粉末状 在19区生化实验基地 制造碳鞠武器的过程当中 将这种恐怖的生命体和外界阻断的关键 就是干燥机排风管上的那一道过滤器 1979年3月30日 星期五 那天 基地的一名工作人员发现 通风管道里边有堵塞的情况 于是他将干燥机关闭了 然后去除了填充在里面的过滤器 并且进行了清洗消毒 他按照规定留下了书面的通知记录 然而 他那个马虎的上级 却忘了把这个重要的细节 添加到生产日志当中去了 于是 轮岗之后的下一班主管 在日志中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所以他下令重启机器 继续工作 虽然几个小时以后 就有工作人员发现 过滤器被遗忘在了外边 并且立即进行了重新安装 但是 大祸已燃养成了 最终 陶瓷场的工人 成为最先染病的对象 当天工作的工人 大多数都患病了 一个星期之内 许多病人就陆续死亡 至少有105人 在此次生化泄露事件当中丧生 而确切的数字 是未知的 毕竟 所有的医院记录 和其他的证据 都被可可国销毁了 惨剧发生了后 虽然政府尽最大的努力 进行了城市清洁 大量的消毒剂 被喷洒在了道路 建筑和树木下 但 依然有很多市民 都感染了碳剧病毒 产生了许多例 碳剧皮肤病 因此 人们也将这次事件成为 生化版的 切尔诺贝利事件 二战之后 大家几乎已经忘了 探剧的恐怖 直到2001年9月 人们才重新想起了这种 曾经人人为之而色变的存在 在9月18号那一天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全国广播公司 和纽约邮报等 美国新闻媒体 都收到了一封可疑的来信 三周之后 两名民主党参议员 也收到了类似的写件 当他们打开信封后 发现信纸上 还有一些非常细腻的 浅褐色的粉末 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不起眼的粉尘 居然是死神父的症状 他们是武器级的 探剧牙包粉 很快 22个人出现了 类似探剧感染的症状 其中11个人 更是将探剧包牙直接吸入 最终 有5个人 死于这次恐怖的探剧袭击 那么 这些信件中的致命探剧 又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 美国人和苏联人 很早就意识到了 探剧武器的可怕 因此 在1969年的时候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 就下令终止探剧武器的研究 三年之后 苏联人 也同意结束研究 双方共同签署了著名的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两边都信誓旦旦地宣布 会停止生物武器的开发 然而 事实证明 所谓条约 不过是一些幌子 美国人 以研究生化武器防御为借口 光明正大的 建立了政府生物防御实验室 继续研究探剧武器 没想到的是 2001年那次生化袭击中 他们就尝到了恶果 而苏联这边呢 他们虽然明里不敢继续搞研究 但是仍然悄默默地在搞 1971年 一群苏联渔业科学家 来到中亚咸海中 一座无人岛附近考察 当他们考察水质时 因为小岛复杂的地形 迷了路 并在这里忽然遭遇了一团 诡异的褐色烟雾 当船只从烟雾中离开的时候 一名年轻的女科学家开始剧烈地咳嗽 几天之后 她开始出现发高烧的症状 头疼 肌肉酸疼 在就医之后 她被查出感染了天花 然后立刻服用了抗生素和阿斯匹林 虽然这位女科学家 很早就接种过天花疫苗 但是她的背部 面部和头皮上 依然长出了大片的皮疹 因为治疗的及时 这位女科学家幸运地逃过一死 但另外的九名感染者 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 其中有三个人死亡 包括她的弟弟 显然岛上存在着某种致命的东西 让一切敢于靠近她的生物 全部死于非命 从外表上看 这座小岛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但是通过中情局机密的航拍照片 可以看到这座岛上不但有码头 还有一些类似于靶场和兵营的建筑 更诡异的是 岛上还有数量可观的动物围栏 和一些看似科研机构的建筑 事实上 这座与世隔绝 长期以来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岛 很早就被苏联人看中了 1948年 他们在这座岛上建立了一个绝密的生物武器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隶属于一个高度机密的项目 整个项目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规模化的生产生物武器 在1979年的碳居泄漏事件爆发以后 苏联人并没有舍得销毁那些他们苦心研究的宝贝 而是将大量的碳居包芽混合在抑制其生长的漂白剂中 成批的转移到了这座小岛上 根据统计 最终转移到岛上的碳居牙包 有100到200吨之多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剧毒之物大量的扩散出来 显然 威胁性远远超过切尔诺贝利事件 在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 这里的科研人员便开始大批的撤离 他们留下了大量未经妥善处理的惩罚武器 并且在此之后多年里数次发生了泄漏 最终让这座小岛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剧毒之道 2001年的时候 一批穿着严密的防护服的美国科学家 来到了这个小岛上进行生化危险考察 此时的小岛上已经是一片荒芜 曾经的实验室已然只剩下残垣断壁 曾经用来饲养老鼠 仓鼠 兔子的数百个笼子 散落的到处都是 从实验室遗留的那些融化的试管和培养米 可以看出 租连人离开的时候 显然是放了一把大火 想把一切都损毁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 当人类费尽心思制造这些毁灭性的武器的时候 或许最先被毁灭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我是水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